选择标准的头盔就要认着这个鲜衣的安全标志 也可以选择一些鲜艳的颜色增加在路面上的识别 让人都可以注意到你避远发生意外 最后在款式和赤马都要适合 长时间的配戴都不会不舒服 第一款要介绍的是跑车的头盔 可以看到是没有冒险的 而且是纳情流线的设计 非常适合在平路或公路上使用 第二款要介绍的是爬山车头盔 它是配有一个可测式的冒险 可以用来抵挡着树枝与水 在山地和松林的地方就会比较适合 第三款是full face 头盔 它拥有最强的包覆程度 加上它配有一个冒险和下巴的全方位保护 可以在山地或者做一些跳跃的动作的时候 就不会轻易受伤 提提大家 头盔是有使用期限的 随着时间 我们的汗水会降解头盔内部 所以最好在开始使用的三年内就要换身了 首先我们就要准备一同清水 你可以浸湿毛巾或者海绵 来轻抹头盔 大家要记得清洗头盔墊和帽 还可以放一些中性的清洁液来清洁 第一步戴上我们的头盔 可以令它不要掉下来 然后我们就调教帽帽 扣好之后就做适量的调节 要注意不要遮住耳朵 那帽帽呢 就是耳朵下面 而扣帽就像V字形的在下巴 和下巴保持一只手指的距离 之后我们就可以顺时针地调节 这个调节制 而女生也可以摆上眼尾 戴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检查一下 看看会不会太松 还有在眉眼之间 就有两只手指的距离 检查完筆后我们就戴好了